悶忘 zostaage 今天我要繼續回來 死亡初 是的 阿C要再度回到這個 我不擅長的手術遊戲 據說前陣子更新的世界BOSS戰鬥 難度可高 而且相當刺激 有小星希望我來挑戰一下 而今天 我打算來試試看 怎麼樣擊敗世界BOSS 同時也要公布自尊心頻道 第一屆手術競賽得獎者 在這裡跟各位分享個插曲喔 其實我本來打算拍刀刃球的世界BOSS戰 但沒想到我們前面10部影片拍完時 BOSS戰就結束了 而剛好死亡球BOSS戰還沒結束 所以我們這一集 才會是拍死亡球的世界BOSS戰喔 不過剛好前陣子也有人跟我說 看能不能試玩五條物 所以超早就把它農出來而且買下來了 那麼這一集我們就裝備它 並且待會我會買下解鎖所有的能力 一個小時 OK 那我們在這部影片正式開始以前 邀請各位小新們不要忘記啦 如果你想要看完安心拍更多的手術遊戲 同時你也想要我胸前的海星貓 感受到正能量的話 別忘記了幫這部影片先留下個彩色大拇指 那我今天喜歡目標數呢 你們看我現在身上穿著聖誕節的服裝 聖誕節又快到了 所以我們這一集也來挑戰個1225個喜歡 看能不能快速達到 那麼我們就要準備進入BOSS戰啦 不過我要先解鎖能力喔 花費29R 購買解鎖能力60分鐘 喔 09SWQ進來了 看來我們今天可以一起挑戰 我們進來囉 喔對了 這遊戲有個新角色 必須要在這裡獲得 這是咒術回戰裡面的角色 浮黑聖兒 就是浮黑會的爸爸 喔 BOSS來了 欸 為什麼我沒有進去 喔我現在才看到 如果我進入此區 就會從列隊中被移除 好的沒關係 我們重新進入這個大門 在這時候我跟SWQ 還有一位培根頭 他的ID是 Kes 這可能是不是看了 驚奇數位馬戲團 才取這個名字啦 不然為什麼名字這麼難唸 好的 等待一段時間 我總算被傳進來了 哇 世界BOSS 然後我們要怎麼打 其實我是第一次進來喔 所以我現在是要跟世界BOSS打球嗎 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的健康度現在變成了五格 原本只有三格 喔 太棒了 原來他的名字叫做被詛咒的精靈 他現在很虛弱 他胸前還有兩字 武士 喔 他使出了地圖大招 被這個柱子碰到就會扣血了嗎 而且這個球跟柱子還可以碰撞耶 搞得我們好像在打小鋼豬一樣 我是不是可以使用招式 假球 欸可以耶 階段衝刺 然後第三招叫什麼 蒙上雙眼 不曉得是可以來做什麼 可以反擊嗎 蒙上雙眼 欸不行 OMG BOSS出了奇怪的招式了 動地多嗎 有雷射跑過來耶 現在是要一邊跑酷一邊打球的意思嗎 HOLY 反應不過來啊 還有一招是什麼 星光路口 喔天啊 雷射 哇哈哈 還好我們可以二段跳啊 喔他虛弱 還被攻擊到受傷了 我們來試試看那個星光路口好了 等球要飛過來的時候 又是地板雷射 欸 有效了耶 把球打回去了 哇塞 他的雷射招式還真多 OMG 有點來不及反應 喔他變虛弱了 瞬間再快 nice 好球過來了 欸這什麼 喔 技能封印喔 我不能使用技能了 哇天啊他招式能不多 Noooo 我掛了 哇太可惜了 DOMBIE SHEN 喔剛才這裴根猴跟我說 不是打贏就能夠獲得新角色 而是要用靠抽的把它抽出來 所以我們還是先嘗試打贏他吧 畢竟打贏他可以獲得比較多點數 就來看看我們這集能不能把它抽出來 蒙上他的眼睛 欸不行耶 沒成功 失敗了 然後這種招式對BOSS是沒有用的嗎 哇塞太刺激了 這個需要專心 喔不 地圖不見 賭不掉啊 他只剩最後條血了 來吧 兩倍傷害 我要被封住技能了 好 要被環境殺死 Noooo 人力被鎖住實在不出來啦 喔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們的隊友裴根頭是高手欸 他殺掉了217個人 有35勝 不像我只是個5勝的小分陣而已 BOOM ROASTED 這輪我使用了Luffy 我有兩招 一個是橡膠手臂 可以增長 另外一招是用來自保的 也可以用來拉開距離 就是橡膠氣球 算了算我們打的應該有將近10場嘛 想要BOSS滑到最後真的要有很好技術 或許多打幾場會比較有機會 能夠了解到BOSS的套路吧 像我剛才就有發現 躲在後面似乎比較不容易吃招 欸真的欸 躲在後排反應時間就會比較長 就會有更多時間可以來應付飛過來的球了 越往前排站反應時間就越短 哇兩倍傷害 BOSS又封技能了 哇中招了 我剛要飛起來飛高點 喔還好 努力的避開那些招式 但我們的健康只剩一滴了 喔喔喔 來不及 欸他變虛弱了 欸水啦 緊急在我掛掉之後 裴跟頭馬上就宰掉他了 哇終於啦 裴跟頭繼承了我們的意識 宰掉了BOSS 欸 浮黑聖耳出現了 要來抽了嗎 喔我居然中了角色包 所以我現在可以裝備浮黑聖耳 並且暫時解鎖他的能力 來試試看他這幾個招式喔 第一招飛越霸弓 喔他是飛到前面去攻擊的意思是不是 第二招叫靈魂牆 聽起來應該是用來擋的 來試一下 喔果然喔 是用來擋的 但是擋的同時我會後退 所以我剛才就吃到招了 第三招叫獵毛 我們先用手槍好了 獵毛不知道要怎麼觸發 而且手槍還可以使用兩次欸 喔我懂了啦 獵毛是把球拉過來我自己打的意思 這個招式看來有好有壞 好的是我可以把球拉過來 自己再攻擊一次 可以掌握節奏 壞的是有可能會騙到隊友 欸我隊友是不是都掛了 啊 OK在打完BOSS戰 還得到了全新的角色之後 我們剛才公布第一屆手術大賽的得獎名單啦 首先是第一名 我是個路人 在經過這麼多影片的統計之後 他成功達到三次第一個留言 而第二名是FBI的死神YT 不過他跟第三名的有感小心 其實是同名次喔 因為他們總有成功的達到第二個留言 以及第三個留言 但第二名會頒給FBI的死神YT 因為他還有一次留言在前五名 所以第三名就是有感小心啦 我們在這裡恭喜前三名 你們分別會得到500R、300R、200R 那麼這次也麻煩你們在影片下方 留下你們的遊戲ID 並且不要忘記加入我們ROBO群快樂新基地 那接下來第100名的留言得獎者 我們抽出來的是 Smile 恭喜你得獎 而第200個留言的得獎候選人也有五位 而我們最後抽出的是 Encaizamo 恭喜你中獎 你也獲得了100R 如果沒有加入快樂新基地 也要記得加入喔 而在這十部影片中 第三百個留言的人也有五個 而這次的中獎者是 可愛狗狗第二代 恭喜你得獎 那我再重複提醒一次喔 得獎的人不要忘記加入快樂新基地 這樣才能方便我頒獎給你 這裡邀請你前三名 不要忘記來留言 告訴我你的遊戲ID喔 OK 那我這一集死亡球 就到這裡結束囉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裡面的朋友 請不要忘記幫忙留下個讚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也不妨考慮訂閱一下 那最後最早當然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心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